9月5號 英國保守黨選舉結果出爐 47歲的特拉斯以兩萬票之差 擊敗前財相蘇奈克 成為保守黨新任黨魁 6號 特拉斯前往蘇格蘭巴爾莫拉爾城堡 僅見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後 將正式成為英國史上的第三位女首相 由於特拉斯的形式風格和裝扮 都頗有英國第一位女首相 舔娘子撒切爾夫人之風 因此被一些媒體冠上舔娘子第二的名號 特拉斯接手的英國可謂內憂外患 面臨對內對外一系列問題 而它對中共的強硬立場 備受外界關注 英國《泰晤士報》8月底報導 特拉斯計劃上任後 把中共升級為英國國安的嚴重威脅 與俄羅斯並列 特拉斯在選前重申 他的首要任務 是應對中共和俄羅斯等嚴重威脅 而當被問到習近平是否是英國的敵人時 特拉斯表示 雖然不會用敵人一詞 但他非常關注中共的專斷行為 並認為英國不應對中共形成戰略性依賴 他還說 為與G7盟友合作 確保民主政體連撐一線 對抗專制政權 特拉斯去年9月擔任英國外相 他上任當晚 澳洲、英國和美國 宣布成立新軍事同盟AUKUS 分享先進國防科技 劍指中共 特拉斯曾多次就香港人權問題批評中共 也曾在私下以種族滅絕 形容中共在新疆的所為 他還多次呼籲西方盟友協助臺灣自我防衛 更在今年8月初下令傳召中共駐英國大使鄭澤光 要求解釋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後 北京的一系列軍事威嚇行動 臺灣民主基金會執行長廖福特認為 特拉斯對中共的立場 是在守住英國的民主底線 否則 英國的外交政策可能會崩盤 這個是英國沒辦法迴避的 它其實不是很積極 在擔任外交大臣期間 特拉斯就一再強調 西方國家有必要經常檢視北京的野心 如果中俄不遵守規則 就不能繼續崛起 外界普遍預測 特拉斯上臺後 中英不可能回到從前的密切合作關係 但兩國是否會經濟脫鉤 還有待觀察 中英之間的這種暴力的關係 會使得它的上任會逐漸的弱化 為什麼他這一次能夠贏過前財政部長 這個原因就是在對中國的經濟政策上面 他和前財政部長態度和立場都是很大的不同的 所以這個反映出整個歐洲本身的一種 反對中國的情緒是非常高漲的 簡單的來說 很多的國家 它可以透過它自己的經濟政策來調整 市場依賴的問題 但是你沒有辦法去改變中共對於 全世界安全的威脅 來自於它的侵略的本質 中共對特拉斯的強硬態度顯然接受不了 很是擔憂 中共媒體密集發文 奉勸特拉斯不要把對華強硬當飯吃 還威脅中共將讓英國自食其果等